韵味十足的美艳人妻 褪去短裙 较好的身材更加凸显 他的女人味十足 随后换上睡袍向洗澡间走去 谁知这一幕 竟被躲在衣帽间的陌生男子尽收眼底 而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给他经常送快递的老丁 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 就此拉开帷幕 之所以要潜入女人的家中 也是为了报复 原来就在几天前 快递员老丁如往常一样 给客户安然送快递 恰好这天安然刚刚洗完澡 并身穿一身松垮的睡袍 他的身材以及迷人的气质 让身为快递员的老丁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为此也让他的心中 渐渐产生了不轨的念头 接下来的老丁 自告奋勇帮忙将快递搬进屋 并提出让安然当场检查 快递是否完好无损 可就当安然在弯腰的时候 老丁的眼神开始漂浮不定 可就在这时 安然的丈夫恰巧目睹了这一幕 丁一眼就看穿了老丁的意图 毫不客气地对他进行了训斥 并随后向快递公司投诉 从而导致老丁被扣了当月的奖金 甚至险些丢了工作 还被经理狠狠教训了一番 种种怨气 让老丁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为此也让他的心中 产生了对安然一家的报复心理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 也正是老丁内心邪恶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几天 老丁开始重点留意安然家的动静 观察他的生活规律 他发现安然的丈夫经常外出 而安然自己也时常出差 一次偶然的机会 老丁在给安然的邻居送快递时 无意中听到安然打电话 提到他即将出差 并且将家里的备用钥匙 放在门口的脚垫下 这信息为老丁提供了机会 当天晚上老丁悄悄来到安然的家门口 并用脚垫下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他本打算偷一些钱财后离开 谁知看到安然家里挂着的艺术罩时 老丁内心的欲望再度被点燃 紧接着走上前 轻浮墙上的照片 似乎自己触碰的就是安然本人 他甚至还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私人用品 这更加激发了他的欲望之源 正当老丁彻底沉浸其中时意外发生了 原本计划出差的安然 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取消 临时折返回家 听到开门声的老丁慌乱躲进了窗帘的后面 这时回家的安然并未察觉一样 他的第一反应是寻找自家的猫咪 就在安然准备掀开窗帘时电话响起 从而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老丁趁机从窗帘后躲到了二楼的衣柜里 接完电话的安然退去衣物并换上了睡袍 向浴室走去 这一刻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一双眼睛 正从暗处窥探着他的一举一动 老丁躲在衣柜里放弃了离开的念头 看到安然进入浴室后 老丁则趁机躲进了床下 试图近距离对其展开观察 这时屋里的猫咪似乎察觉到了异样 并不停地发出叫声 吓得老丁从床上扔下了提带 试图转移安然的注意 洗完澡后的安然看到这一幕后 以为是猫咪在捣乱 为此也并没有引起他的怀疑 准备上床休息的安然竟发现 平时活泼的猫咪蜷缩在一角一动不动 正当他疑惑不解时 突然通过镜子贴见了床下的黑影 这让安然的心跳骤然加速 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 不发出任何声响 他拿起抱枕遮挡住镜子 试图阻止床下的人看到自己 同时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拿手机报警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发展 就在他准备报警时 手机电量耗尽并关机 此时的安然处于绝望与恐惧的边缘 他试图用掉落在地上的充电线充电 但因为抱枕压住了充电线 让他操作变得更加困难 他努力扯动抱枕 然而这一动作不慎让抱枕从镜子上滑落 这也导致床下男人的脸顿时显现出来 两人的目光在镜子中相遇 安然终于忍不住发出了恐惧的尖叫 手持匕首的男人从床底爬出 并迅速将床上的女人控制 原本是想劫财的他 当看见韵味十足的安然 偷让他瞬间改变策略 贪婪的欲望在他心中翻腾 自从第一次见到安然后 就让他魂不守舍 奈何安然并不是轻易屈服的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让他选择反击 这男人不被安然猛然抬脚 剧烈的疼痛让男人痛苦不堪 安然看准机会迅速逃进浴室 便用最快的速度反锁了门 这时男人从疼痛中缓了过来 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 他疯狂地用脚踹门试图冲进去 然而男人的攻击无济于事 于是决定放弃并尽快逃离此地 但当他走向大门时却发现 门已经被反锁 而钥匙还在安然手里 他只能无奈再次返回 而此刻的安然很是惊慌失措 听着外面男人不断试图破门的声音 他感到一阵恐慌和无助 突然他想起自己平时在浴室里 经常能听到楼上的声音 于是安然决定试一试 他使出全力朝天花板大喊 希望能引起楼上人的注意 幸运的是楼上的情侣 确实听到了他的喊声 不幸的是 他们以为是电视里的声音或者错觉 于是根本没当回事 安然的心顿时凉了半节 他知道时间已经不多 门外的踢门声越来越大 显然男人的耐心快要耗尽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浴室里的吹风机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闪过他的脑海 他利用电机准备制服男人 安然迅速拔下吹风机的电源线 并用力拽断 然后将裸露的电线缠在门把手上 他深吸了一口气接通了电源 电流瞬间通过门把手传导出去 门外的男人正准备再次猛烈踢门 却没想到被电流击中 身体剧烈抽搐 紧接着便倒在地上 听到没有动静后的安然小心翼翼地打开浴室门 在确认对方已经失去了意识后 便抓住机会准备逃跑并报警 然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 一只强有力的手猛然抓住了他的脚踝 安然失去了平衡并摔倒在地 晕厥过去 他捡起吊在地上的钥匙准备离开 可他刚走到门口意外地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行动 原来是楼上的那对情侣 见他们的动静太大 于是才下来看看情况 男人立刻意识到不 于是急忙跑回卧室 翻找出了安然和他丈夫的游戏装备 装扮成安然的丈夫走向门口 楼上的情侣看见男人穿着怪异的服装 感到有些尴尬 但并没有多想 只是提醒了一番后便离开 此刻的男人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可他并没有注意到 安然已经从昏迷中醒来 并且悄悄跑回了卧室 拿出平板给朋友发了求救信息 男人很快发现安然不见踪影 便来到卧室 安然慌忙躲在床底平住呼吸 男人进了房间 发现平板掉在地上 他查看后发现已经发出的求救信息 于是他快速撤回 为此也导致朋友错过了求救时刻 男人找到了安然将他再次控制住 而安然则拼命挣扎 在撕扯的过程中 男人脸上的面具被安然扯了下来 竟然是一直负责给他家送快递的老丁 老丁暴露了身份后 索性不再伪装 并显露出本性 他拼尽全力将老丁推开 向门口跑去 当老丁追上来时 安然看到门边放着丈夫的棒球棍 他迅速抓起棍子朝老丁挥去 成功击落了他手中的匕首 局势瞬间逆转 老丁被安然逼得四处躲避 然而在激烈的对抗中 棒球棍突然滑落到地上 安然没办法只能捡起匕首防身 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安然知道自己怀有身孕 便开始恳求老丁 希望他能看在孩子的份上饶过他 他承诺会把家中的财物全都交给他 并保证绝不会报警 老丁动了心 但就在他准备回应时 外面再次传来了敲门声 原来他们制造出的噪音太大 楼上的情侣再次下来确认情况 老丁适宜安然去打发他们离开 为了表示诚意 安然只能照做 在安抚万情侣离开后 老丁放松警惕也放下了武器 并试图让安然也放下手中的匕首 就在这时 厨房里突然传来小洞 一个不速之客出现在了门口 安然完全没想到 家里竟然还藏着另一个男人 年轻的小伙子早就对自己的女邻居垂涎已久 安然美丽动人且身材火辣 经常引起他内心的欲望深渊 小伙每天都会通过猫眼偷窥他的一举一动 并幻想着靠近他 然而他从未有过胆量真正去接触 直到某天机会降临 这天小伙无意中看到安然出门前 将钥匙随意放在门口的脚垫下 这让他顿时心生邪念 等安然离开的时候 他偷偷摸摸拿出钥匙 并打开房门溜了进去 一进无小伙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世界 面对这位心中的女神他兴奋不已 心情激动到难以抑制 他找到了一张安然的艺术照 甚至掏出手机与照片合影 小伙并不是为了偷窃 而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离他的女神更近一点 于是他走向二楼的卧室 并翻开衣柜 拿出了安然的睡衣 开始欣赏起来 原本他只是想短暂停留 却没想到一不小心在床上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晚 而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音 小伙一惊 并立刻从床上翻身而起 捏手捏脚走到楼梯口 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 正在客厅鬼鬼祟祟翻找着东西 没曾想 竟然近了小偷 他第一反应是藏了起来 并躲进了旁边的衣橱里 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他以为只要等小偷离开自己 就能全身而退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就在这时 安然突然提前回到家 小偷慌乱之下 赶忙躲进了另一个衣橱 接下来的一幕 让小伙亲眼目睹了女神 被小偷袭击的全过程 直到安然被打晕倒在地 他才终于鼓足勇气冲了出来 可惜 小伙的呼喊 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老丁显然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反而面带邪笑朝他逼近 小伙惊慌失措 跑进厨房 拿起了一把匕首打算拼命 可老丁轻而易举捡起一个酒瓶 就将小伙击晕在地 当小伙再度醒来时 他看到安然准备 把手中的匕首放下 小伙连忙大喊阻止 他冲上前去 拿起匕首准备与老丁决一死战 然而老丁冷笑一声 丝毫不把他这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年轻人放在眼里 就在小伙跃跃欲试时 老丁迅速反击 他捡起一旁的棒球棍 先是打掉了安然的匕首 接着又一次把小伙打晕在地 正当老丁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 安然奋力反击 将老丁击倒在地 就在这时 楼上的邻居也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 赶忙再次敲门 安然见状 立刻开门迎接 邻居看到后 便立即报警 此刻危机终于解除 这起事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是 当下社会中 独居女性面临的诸多隐患 据统计中国的独居成年人口 已经超过9200万 其中女性占据了很大比例 独居女性 往往被视为潜在的弱势群体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保护好个人隐私 增强安全意识 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独居时 谨慎处理身边的每一个细节 切勿让自己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 除此之外 与周围邻居保持良好的关系 也非常重要 毕竟在关键时刻 远亲未必能够及时伸出援手 而近邻 可能会成为你最直接的救命稻草